好我們來看到呢 昨天呢 雖然不是13號 但是對很多人來說呢 是黑色星期五 因為台股慘跌 但是呢 這個雲爆居然呢 逆勢的上漲 好現在是不是變成了護國雲爆呢 而且我們要來看到 到底台灣缺不缺電 因為現在台電呢 居然是以2400萬在買電 用一度12塊錢再來買電 好我們先來看到的是呢 看到這個現在納斯達克指數 我大跌了319點 已經是連六天收黑下跌了 而輝達也中錯了10% 好那台積電呢 跌了超過3% 好昨天呢 可以說是台股啊 史上最慘 國際的郵金都狂飆 那麼其實呢 這跟兩個狀況 可能是有相關的 包括了以一的衝突 以色列來反擊 還有台積電法說 失靈這兩大利空 所以呢在昨天盤中呢 是狂跌了有到千點 那麼昨天最後呢 中場呢是大跌了700多點 好包括呢市值蒸發了2.46兆 昨天呢這兩個指標都寫下了第一 好這個歷史上的第一就是 單日呢下跌700多點 還有這個市值蒸發了2.46兆 好我們看到前立委郭震亮呢 他說台股在本週暴跌了 1209點是史上最大 由於前面呢太過的樂觀 好突然之間很多變數都來了 那麼看到昨天台股整片綠油油 慘兮兮的時候 這個雲爆能源呢 好他居然是以156元漲停 好那股價呢也創了歷史的新高 在開盤不到一小時就大漲15元 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的統計呢 雲爆能源旗下的售業電子公司 天能綠電呢 在國內的眾多受電業者當中 是名列前茅的 今年第一季就達到 將近3萬張太陽光電的憑證 是位居台灣第二大受電的一個業者 好所以網友看到呢 都說哇 這是不是新的台積電誕生了呢 好那有人就說啊 是不是應該要認錯 直上雲爆嘛 只要賺錢 想要賺錢就要跟著黨走 那果然是綠能你不能 台電呢有虧 那可是看到呢 雲爆呢卻大漲 綠電呢賺飽飽嗎 好我們看到呢 講到電的問題 就是最近呢出現很多缺電的狀況 停電的狀況 好跳電 這包括昨天晚上呢 發生在濟南大學 學生就說 昨天晚上整晚瘋狂的 跳電喔 這個打了四個小時的報告全沒了 超級崩潰 一下有電 一下沒電 真的很嗨 好南宿呢 還有聞到燒焦味 火災警報都響了 甚至學生宿舍會有冰箱嘛 那一下有電 一下沒電 可能食材也都會壞掉 好那看到現在呢就在講說 從其實921之後啊政府呢花了5000多億來強認這個電網 可是現在看到居然這麼的不堪一級嗎不堪累於一級就陸續的出現停電跳電的狀況 好尤其呢這個0415的這個危機 呃現在呢台電承認了 好美度呢以12塊錢的天價跟企業好跟用電大戶來買電希望他們暫時不要用電那把這個電呢先給民生來用好總共花費了2400萬跟半導體啦電子石化鋼鐵業等等10多家的大型企業來購電那台電怎麼解釋呢 說與其停電造成損失哦短時需量的購電呢是更好的選項 好我們來看到立委們的分析 呃王鴻威呢他就說彭博專欄呢就已經指出了台灣的風電政策發展呢處在危險當中而現在缺電已經成了事實 這個連國際媒體都在警告了那政府的電力政策扭曲至今好已經到了一個 命懸一夕的地步了那我們來看到民眾黨的立委張祈凱呢說呃台電呢緊急的跟企業以天價來購電 一度電買了12塊這比平均發電的成本就高出了將近4倍而且這等於是在變相的限電嘛 你就是要企業不要用電限電來減少生產所以這也暴露了政府能源政策的一個荒謬跟缺電的危機 那國民黨的立委陳金輝呢也說經濟部長王美花不敢承認台灣缺電 而且他們講到了大停電恐怕就是未來夏天的日常 馬上就要到了夏天這麼的熱居然有可能會不斷的出現停電跳電的情況 好那他說呢勸王美花現在就辭職下台不要等到520了 不然交接一大堆荒腔走板的錯誤政策方向人民不要又來個王美花2.0 新任的經濟部長是郭志輝嘛好前立委郭正亮就說了如今有一度8塊到12塊的電 那台電怎麼可能不缺錢呢好會繼續的虧損下去嘛 總統蔡英文留下了一堆坑給準總統賴清德好他說呢這個缺電好這個天價來購電這件事情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坑喔 那到時候賴清德呢要怎麼樣來面對這個燙手山芋好其實過去幾天呢 桃園呢是已經連三天停電了那包括在18號晚上台北東區也遭殃 有722戶是無預警的就這樣停電了 所以在一檔現在來質疑啊當初砸了5000多億來強化電網到底花到哪裡去了 甚至台電現在呢花了高價天價一度電呢花了12塊 跟民間來購電根本是想要圖利綠油油 燒烤店服裝店淋利的台北東區18號晚間一片歐媽媽突如其來的停電讓700多戶遭殃的攤商都無法營業 桃園更是三天大停電經濟部始終不認缺電 但都還沒有到用電高峰的7月全台到處挑電 6月之一台電拿了5000億公帑拿去強化電網錢都花到哪裡去 每一年停電輸電的問題發生更加的嚴重 2020年71次到去年的106次 難道又是小動物嗎那我們以後是不是強刃設備的經費應該直接把這個錢花去買獵人 獵人去打小動物這樣是不是比較好呢我們就是缺電就承認缺電面對缺電 網友炸鍋痛批根本就是跳電國家隊民進黨政府又要怪哪種小動物呢就是不敢承認缺電 要不要為錯誤的能源政策向全體決明道歉 尤其台電還承正為了化解C5限電危機花了每度電12元跟民間買電 不只是浪費公帑不缺口甚至被質疑難道是圖利綠電綠油油 19號大盤一片慘綠但綠油油雲爆能源的股價卻逆勢飆漲 不但開盤只供漲停來到156元上漲14元 還創掛牌以來新高價完全不受大盤影響 我們台灣的皮質很厚所以可以扒一層兩層三層那永遠可以扒下去嗎 使得這些綠油油的綠電的公司他們能夠吃到非之之 當全台停電不斷上漸百姓游行民進黨政府不認的缺電危機 是否淪為綠油油的無線商機 記者葉偉林書國好SN小組台北報導 好 我們看到最近停電的事件不斷 那當然民眾就抱怨連連 台電總經理王耀廷今天突然向經濟部 來請辭他認為社會各界對於台灣供電的穩定議題 有諸多的疑慮還有很多的不信任 那也造成了社會的紛擾 因此他本人為此要向國人來致歉 並且正式來請辭總經理一直以示負責 不過目前的了解是經濟部還在權力未留當中 看到經濟部其實從這個月 4月開始全面來調漲電價 平均漲幅是11% 那麼時事評論員藍軒他就來分析漲電價的原因 是因為核電提早了退場 但是綠電又銜接不上 那政府把天然氣的占比拉高到50% 外國是作為過度能源 而且是不穩定的 同時他也批評說政府的扭曲能源政策 才會導致電價非常不可 為什麼電價要漲 他其實中間被第一個 你的綠電 因為民進黨要綠電要得多 否則如果說你用核電 我們一樣就很持平地去討論它 現在的話全世界對於核電 把它列為乾淨的能源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先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然後這裡是一個趨勢 所以在這樣狀況下 而且為什麼我剛剛講到能源很重要 戰略自主 這個很重要 對台灣來說尤其重要 民進黨最愛講戰略自主 不是嗎 那它每一度多少錢 它每度1.5塊錢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講 我們剛剛在講是一度12塊錢 你寧願去跟民間買這個電 然後被它敲詐 一度12塊錢 天然氣的佔比拉高了 我們說要拉到每次就50 而且天然氣不穩 為什麼不穩 尤其現在你會知道 惡物戰爭 天然氣又又飆漲 所以對我們來說的話 一方面我們的天然氣佔比又高 一方面天然氣在國際當中 戰爭的地緣政策 它不斷地飆 所以我們天然氣的飛行 就越來越高 所以我就是說 現在目前看 電價非常不可的原因 在於是因為你的背後 就還是錯誤的扭曲的黏黏政策 導致你可以不要那麼貴的 就算你要調漲 也不是因為這些原因 但是因為你這些原因 你很堅持 你讓綠電必須要提早的 就是它可能根本趕不上的 你硬是要 然後核電提早退役 然後天然氣代表那麼高 因此導致了目前電價 就變得非漲不可 那問題漲了以後 你還是不見得有電 所以我就說這個電價問題 你真要去了解它 它是很專業的 那我覺得王美花很糟糕的事 或者說明講整個政府很糟糕的事 它完全全用意識形態去綁你這個事情 更不去討論專業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叢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等等 如果有日晚二 7月份 還不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